你好,欢迎来到听书。在生活中,你是否有这样的感受?从早到晚忙忙碌碌,但是回想起来,似乎也没有做到什么值得夸耀的事,只是被一种紧张感时时地追赶着。 比如,不愿意跟朋友进行闲聊,潜意识地觉得那样是浪费时间。你会用两倍的速度看电影,极度渴望旅行,却总觉得没有时间。 重要的工作总是一拖再拖,但时间又总是被应付不完的突发事件占据着等等。 这些感受都和一个词有关,那就是稀缺。稀缺究竟有多大的威力,它能够让我们陷入贫穷和忙碌呢? 读完这本书,我想你一定会有答案。此外,作者在告诉你答案之外,也为你提供了脱离这个困境的方法。 一位想要在大型律师事务所身签为合伙人的单身母亲,和一位用一半收入支付利息的农民有何共同之处呢? 答案就是稀缺。读一读这本书,就能惊奇地了解到,稀缺是如何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。 下面呢,我将分三个部分,来为你解读稀缺这本书。 第一部分呢,带你了解什么是稀缺,稀缺心态,以及稀缺心态对我们的好处。 第二部分呢,引入了一个和稀缺相关的概念,带宽。 带你了解稀缺会带来的三个问题。 第三个部分,我们来说一说,如何避免稀缺的陷阱,从贫穷走向富足。 我们先来说说什么是稀缺。 稀缺呢,从实质上来说,分为两种。 一种是客观上的稀缺,比如说,一个人拥有的金钱数量是有限的,就算是最富有的人也有买不起的东西。 很多资源也都是有限的,稀缺无处不在。 另一种呢,是主观上的稀缺,也就是一种拥有少于需要的感觉,你觉得时间不够用,钱不够多等等,这就是稀缺心态。 作者认为,资源稀缺并不可怕,可怕的是稀缺心态。 很明显,稀缺心态对于我们一定有着不好的影响。 那么我们就先来说一说稀缺心态的好处,专注红利。 通过一系列的实验,作者发现,稀缺会在人的潜意识中发挥作用。 无论大脑的主人是否愿意,稀缺都会牢牢地俘获它的注意力,从而会改变它的体验。 比如说,对于我们的物体大小,时间长短的认识。 在实验中,在穷人家孩子的眼中,硬币看上去更大。 在突发事故中,比如说车祸,抢劫等短暂而注意力高度集中的事件中, 因为在短时间内需要处理更多的信息,所以注意力会增强, 这会让人们感到这一类事件的持续时间更长。 注意力增强所带来的好处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。 比如说,公司开会的时候,一开始都是没有重点的, 大家的谈话漫无目的,往往脱离主题。 可是当会议开到一半,大家意识到时间快不够的时候, 大家开始变得齐心协力,完成工作的意愿和能量会突然增强, 不同的意见会被铲除,关键的细节问题浮出水面,成为焦点话题。 因此,后半段的会议总是会出现很多实质性的进展。 英国著名的记者马克斯·黑斯廷斯曾在一本关于丘吉尔的著作中写道, 英国人头脑最好用的时候,就是快要来不及的时候。 其实每个在截止日期前完成工作的人,都是他口中的英国人。 截止日期之所以这么有用,是因为产生了时间稀缺。 当时间不够用,人们就开始集中精力, 这也是稀缺俘获大脑的结果。 时间稀缺所带来的影响体现在各个领域, 无论是和工作有关,还是和娱乐有关, 只要时间有限,我们都会尽量将其利用得淋漓尽致。 这种现象就被称为专注红利, 也就是稀缺俘获大脑时所产生的积极成果。 那么,为了提高自己的做事效率, 是不是可以佯装有一个截止日期, 以此让自己集中注意力地去完成呢? 就像我们不能自己通过搁置自己来取乐一样, 用假装有个截止日期的方式来自我欺骗, 很难达成提高工作绩效的目的。 因为,空想出来的截止日期不过是一个空想, 它无法像真正的截止日期那样俘获我们的大脑。 以上就是稀缺俘获我们的大脑而带来的专注红利。 事实上, 这本书是要告诉我们稀缺带来的问题以及如何避免, 所以呢, 接下来的内容才是重点。 我们就来说一说稀缺带来的三个问题。 稀缺心态在潜意识层面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, 影响我们的决策和行为, 使我们注入稀缺陷阱, 疲于应对越来越严重的稀缺。 稀缺造成的第一个问题是管亏, 所谓管亏是指当我们专注于某件事的时候, 会忽略其他的事情, 就像是从管中窥看这个世界, 比如说, 工作忙的人容易忽视家庭, 穷人容易忽视自己的健康, 落后的进度导致连续通宵, 压力大的时候不愿意去健身或者是社交。 关于管亏的代价, 作者举了一个例子, 1984年至2000年期间, 消防队员有25%左右死于车辆相撞, 其中79%是因为没有系安全带。 虽然安全培训反复强调, 但在接到报警之后, 消防员会面临极度的时间稀缺, 他们常常需要在5分钟之内完成所有的准备工作, 这种过度的时间稀缺, 代价就是常常会忽略系安全带这样的小事。 管亏代价的另一个表现是, 我们会因此做出同时处理多项任务的决定, 这样做确实可以省出一些时间, 但结果往往是这多项任务处理的都不尽如人意, 甚至会酿下灾难, 比如说一边开车一边吃东西。 稀缺造成的第二个问题是, 带宽降低。 所谓的带宽呢, 就是对我们的计算能力、 关注能力、 英明决策能力、 坚持计划能力和抵制诱惑能力的衡量, 它包括认知能力和执行控制力两类元素。 认知能力主要是我们获得信息, 解决问题和逻辑推理的能力, 集中表现为智力水平的高低。 我们总是认为认知能力是固定不变的, 但事实上它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。 同一个人在将注意力集中于稀缺问题的时候, 他的IQ分数就不会比不存在稀缺问题的时候要低。 执行控制力是坚持计划集中注意的能力, 抑制冲动的能力, 集中表现为自我管理水平的强弱。 当我们认知负荷量大的时候, 执行控制力也会降低。 一个满脑子想着第二天推荐会的公司主管会对着女儿大发雷霆, 因为工资低而心事重重的员工会怠慢客户。 作者通过实验发现, 单纯地引起低收入者对财务的顾虑就会严重影响其认知能力, 其严重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失眠。 另外,当人处于贫穷状态的时候, 响应速度比富裕状态时慢了11%, 而且会多犯15%的错。 贫穷和忙碌都会降低我们的贷宽, 让我们变得更笨,更冲动。 节食和孤独也会降低我们的心智贷宽, 只是表现形式和影响程度不同。 那么,该怎么样提高我们的贷宽呢? 简单说就是减少稀缺,增加闲语。 比如说,每周至少彻底放松一天, 预留足够的风险储备金, 合理饮食, 周末和朋友聚会等等。 就像梭罗说的, 一个人的富有程度和他所能舍弃之物的数量成正比。 我们忙忙碌碌, 什么都不敢舍弃的时候, 恰恰是我们心智脆弱的时候。 人之所以需要闲鱼, 是因为它会在不经意间改变我们的行为模式。 这就好像是行李箱的大小会影响我们装箱子的时候是否是精打细算。 时间的箱子大小也会影响我们选择工作、休闲还是和家人共度。 金钱箱子的大小会影响我们的消费、储蓄方式。 简而言之, 咸鱼会改变我们装箱的方式。 虽然咸鱼导致低效和浪费, 但是它减少了失误的成本, 为我们的生活预留了失败的空间, 避免我们陷入管亏的心态。 稀缺造成的第三个问题是借用和短视。 借用就像是稀缺的暖身兄弟, 穷人容易欠债, 盲人容易拖延, 因为明天的稀缺无法像今天的稀缺一样俘获你的注意力。 当稀缺成为贷宽负担的时候, 我们会对当下更加关注, 我们为了了解当下的稀缺, 借用了未来的闲鱼。 当我们为了解决眼下的难题而极度专注的时候, 也就无法有效地规划未来。 陷入贫穷心态的人会觉得, 每天的开销就已经够烦心的了, 哪有精力去学习新的技能, 去控制体重, 去耐心地教育子女呢? 时间管理往往强调, 最需要花精力解决的往往是重要但不紧急的事。 其实这种问题不仅存在于时间管理, 还存在于金钱管理。 穷人之所以总是缺钱, 就是因为为了解决当前的困窘, 陷入债务陷阱, 难以逃脱。 稀缺带来的三个问题缓缓相扣, 不易振脱。 那么如何避免陷入稀缺陷阱呢?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着手, 增加咸鱼和提高带宽。 咸鱼呢不能太多, 多了会导致低效和浪费, 咸鱼也不能太少, 少了会导致管亏。 不能为自己设置太多的咸鱼, 因为截止日期是最大的生产力, 要学会为重要的事情设置合理的期限。 但是也要保证有闲雨, 比如说周末休息, 或者是在你的节食计划里偶尔的放纵一下。 索罗说过, 真正有效率的劳动者, 不会整天马不停蹄的工作, 而是闲停信步般轻松愉悦的处理事务。 但是我们在做计划的时候, 往往喜欢排得满满当当, 感觉自己似乎非常努力, 这样的幻觉当然过瘾, 但是因为排得太满, 之后稍有变故就导致一拖再拖, 大受挫折, 最终彻底放弃。 提高贷宽也有两种方式, 增加箱子的容量或者节约贷宽。 个人能够通过努力获得更多的财富, 扩大财富的箱子, 再利用财富换取时间, 健康等稀缺的资源, 从而提高整体贷宽水平。 也可以节约贷宽, 也就是利用自动化把警觉性行为转变成一次性行为, 比如说信用卡自动还款, 自动理财计划, 办理ETC卡等等。 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重复性高可预测的事件, 只要我们付出努力尝试一次性的解决, 就能够避免之后无数次的繁忙。 不过作者也认为, 偶尔将一次性行为转变为需要警惕意识的行为也是有必要的, 因为选择总是在变化, 你可以借此确认之前做出的一次性选择是否合理。 解决稀缺问题, 知意行难, 了解其背后的原理就像拥有了一张地图, 一切才刚刚开始。 但是这张地图却很重要, 沿着稀缺的线索向上追溯, 我们就能看到充裕。 萧条是由我们在繁荣阶段的行为导致的, 最后一刻的拼凑是由我们之前几周的不作为造成的, 因此给自己留出足够的闲鱼, 规划和管理好带宽才是解决稀缺问题的关键。 好了, 以上就是稀缺这本书的全部内容了,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